一个人的心,可以反复地包容,可以反复地承受伤害,但人的心是会累的,所以,人与人相处时要注意把握一个度,朋友如此,亲人如此,爱人也是如此,我们不能因为关系足够亲密,便肆意妄为,随意伤害,如此这般,只能落得被抛弃的结果。 阿南就遇见了这样一位一再伤害他的妻子,所以他选择了离婚。阿南和妻子在大学相识,结婚后,两人努力为家庭打拼,日子过得也算和美,原以为这样琴瑟和鸣的生活可以一直继续下去,直到那件事的发生。 那是一个星期天,阿南和妻子都在家里休息。阿南突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,说父亲不小心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阿南立马带着妻子从家里赶了过去。 到了医院,阿南去办手续,交钱的时候发现银行卡里的钱不够了,便打电话给妻子。 妻子接到电话,下来把钱交了。 妻子交完钱,阿南询问妻子银行卡里的钱去哪了,妻子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清。 阿南急着去看父亲,便没在追问,想着等回家再说。 因为一直忙着照顾父亲和工作,阿南便忘了这件事,妻子也松了口气,以为阿南不会再询问。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,阿南突然递给妻子一张纸,妻子拿过来一看,心顿时提到了嗓子呀。 原来,那是一张银行转账业务的查询单。 因为妻子那天的状态让阿南觉得很奇怪,于是自己去银行查了银行卡的流水,这才发现了妻子的秘密。 妻子竟然每个月都会给小舅子转钱,有时是两千,有时是三千。 阿南质问妻子为什么这么做,妻子说是滴滴滴的,如果自己不给他转钱,他就打自己的父母。 阿南觉得不可置信。 阿南很生气,他告诉妻子,如果妻子还想跟自己过下去,就要保证不再接济小舅子,并且以后家里的钱他来管。 妻子答应了,并且保证以后不再接济弟弟。 然而,他发现妻子偶尔还是会给小舅子打钱,但钱数不多,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去。 三个月以后,妻子怀孕了。 因为妻子身体有点弱,不能过度劳累,所以阿南让自己的母亲来帮忙照顾妻子。 阿南家是两居室,夫妻俩住主卧,阿南母亲来了以后就住在次卧。 有了母亲的照顾,妻子的气色眼看着好了起来,阿南十分高兴,就把照顾妻子的工作放心地交给了母亲。 一个多月前的晚上,阿南愁眉苦脸地回到了家。 母亲和妻子担心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。 阿南告诉他们,公司有意提拔他,派他去分公司出差,但时间有点长,大概一个月左右,而妻子的预产期就在这两个月了,他不放心他们两个自己在家,所以很纠结。 母亲和妻子听了阿南的话,瞬间松了一口气,并劝他有这么好的晋升机会一定要抓住,家里不用担心,有阿南母亲在呢。 阿南听了母亲和妻子的话,有些动摇,想到即将出生的孩子,最终决定服从公司的安排。 第二天,阿南就走了,这一个月里,阿南每天都会给妻子打视频聊天。 一开始,妻子还会接,后来,妻子就不接他的视频了,只是跟他简单聊两句就算了。 阿南很担心,便发消息询问母亲是不是出了什么事,母亲说没有,还说孕妇到了这时候都这样,容易累。 听了母亲的话,阿南也就放心了,因为阿南出色的工作能力,不到一个月,阿南就完成了公司给他安排的任务。 结束工作后,阿南连夜飞了回来。 阿南回到家已是凌晨四点,他想着这个时候母亲和妻子应该还在睡着,自己就在沙发上凑合一下得了。 然而,当他走进客厅,借着月光发现沙发上躺着一个人,一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父亲来了,走近了才发现在沙发上躺着的竟是自己的母亲。 而母亲也在这个时候醒了过来。 看见阿南回来,他十分高兴,拉过阿南,让阿南赶紧坐下。 接着,母亲就开始问阿南要不要吃饭或者要不要休息一会儿。 但是,阿南现在脑子里都是关于母亲为什么睡在沙发上的疑问。 原来,在阿南离开一周之后,妻子的小舅子竟然带着一家人来找妻子,说要住在妻子家。 母亲自然不愿意,把小舅子一家赶跑了。 后来,小舅子又来闹了几次,阿南母亲索性报了警,大概是怕了,小舅子便没有再来。 然而,令人没有想到的是,小舅子一家竟然趁着阿南母亲外出买菜,直接带着行李住到了阿南家里。 等阿南母亲回来,小舅子一家已经搬到了主卧里。 阿南母亲很生气,便跟小舅子理论,说阿南妻子没有义务养弟弟,小舅子不能住在他们家里。 小舅子却说,她不管有没有义务,她姐姐的东西就是她的,她来这儿住几天没什么问题。 阿南母亲听后,觉得不可理喻,说要报警抓她,说着就拿出了手机。 小舅子听到阿南母亲又要报警,十分生气,就要跟阿南母亲抢手机。 阿南妻子却拉架,推嗓间撞到了肚子,动了胎气,在医院住了好一阵,这几天才回来,小舅子也就一直在这儿住着。 阿南妻子怀着孕不能睡沙发,所以只能阿南母亲睡。 听完事情的经过,阿南很生气,于是就给妻子的娘家人打电话,让他们赶紧过来一趟。 阿南母亲看情况不好,也偷偷地给阿南父亲打了个电话。 妻子的父母以及阿南父亲接到电话,很快就赶来了。 妻子父母来了以后,阿南什么也没说,把他们领到了主卧门口,打开了门。 小舅子听到声音就醒了,看见自己的爸妈,还问他们怎么来了。 而妻子听到动静也从侧卧走了出来,看到自己的丈夫,妻子心里一惊。 这时,丈夫说话了,既然大家都醒了,该来的人也来了,那我们就一起聊聊吧。 我要离婚。 听到阿南的话,大家都不敢相信,双方父母纷纷指责阿南。 阿南的父母说阿南胡闹,妻子的父母说阿南没有良心。 阿南什么都没说,拿出手机,把之前妻子给小舅子转钱的记录亮了出来,前前后后,有五六万块钱。 看见这个,妻子的父母瞬间没话说了,阿南的父母还在劝他。 阿南却什么也不听,只是一直问妻子的意见。 妻子则一直哭,两个月后,二人还是离了婚,孩子因为太小跟了妈妈,阿南每个月需要支付一定抚养费。 人们常说,娶人莫娶,伏地磨,嫁人莫嫁,凤凰男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语出现呢? 当然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坏处,伏地磨嫁软弱,一旦与他们组建家庭,那就意味着要和他们一家人纠缠在一起,令人不胜其烦。 但是,结婚前谁又会告诉你自己就是伏地磨呢? 然而,谎言一定会有被戳破的那一天的。 所以,想要经营好一段婚姻,就要诚实,要专注自己的家庭。 一,诚实很重要事事为挺一个信,人情常待三分疑。 人与人之间交往本就容易相互猜疑,因此诚实才显得尤为重要。 然而,在婚姻中,有些人却选择了欺骗,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或是为了维持这段婚姻。 但是,谎言总会有被戳破的那一天,婚姻也不能用谎言来维持,一个谎撒出去了。 就需要用无数个谎来源,我们不是计算机,没有那么精密的头脑,迟早有露出破绽的一天,到时又该如何呢? 就像故事中阿南的妻子,婚前选择隐瞒自己伏地魔的身份,得到了这段婚姻,最后却还是被发现了,落得个离婚的下场。 因此,要想婚姻长久兼顾,一定要成事相待。 二,经营好自己的小家很重要人总会长大,总会离开父母组建自己的家庭。 父母小时候可以管我们,上学时可以管我们,但当我们成了家,他们就鞭长莫及了。 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家庭,有了自己的小家,有了可以依靠的人。 然而,现实生活中的伏地魔们往往会脱离失败,为什么呢? 一是因为原生家庭长期的教育让他们有了奴性,二是原生家庭的伤害让他们不再轻易相信别人。 所以,如果想要彻底逃离那个家,在婚姻中,伏地魔们就要相信自己的丈夫,学会依靠他们的力量挣脱原生家庭的枷锁,从而获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自由。 只有这样,才能拥有一段长久且幸福的婚姻。